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的賽事 今天的變題是雙變題就是甲方奧斯卡掌刮風波Will Smith應受更大譴責 粵方奧斯卡掌刮風波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由甲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對粵方拔萃藍書院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變緣 首先甲方的主變是舒奧實 一副黃義禮 二副龍子恩 葉辯仇諾斯 粵方主變葉敏謙 第一副變陳浩正 第二副變蘇天朗 葉辯張正喬 接下來會為大家介紹今天的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九龍堂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沈寶聖老師 華英中學辯論隊老師賴楚賢老師 以及聖工會類名財中學辯論隊教練黃新忠先生 在賽規方面 本場比賽會分為主變、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辯 總共六個環節 台上變緣的發言時間為4、3、3、4 即主變和結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鐘 而負辯則角有3分鐘 每位台上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到會有2丁提示 丁丁 過時15秒則會有3丁提示 丁丁丁 屆時主席將會打斷變緣的發言 並且提醒評判求分 詳細的賽規早前應該已經發佈了給各參賽學校 想請問雙方的主變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比賽正式開始了 首先會請正方主變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丁 在座各位大家好 在第94屆奧斯卡頒獎禮這個全球觸目的影壇盛事上 Chris Rock為了炒熱氣氛 以Will Smith妻子J.Dar Smith的光頭形象開玩笑 表示他可以演出魔鬼女大兵中的女主角 Will Smith於是走上台掌掌Chris Rock 其後更加以粗言慰語指責 也就是變態中的掌掌事件 然而事實上奧斯卡頒獎禮一直以來都有開玩笑的傳統 例如今屆主持人艾米舒默 就以演員李奧納多和他女朋友年齡差距大這件事開玩笑 因此Chris Rock絕對沒有貶低的意思 只是為了炒熱氣氛 掌掌事件引起的援響巨大 Will Smith不單止受到各方的譴責 更加被禁止出席奧斯卡10年 共眾輿論分成了兩派 討論究竟是誰應該受到更大的選擇 因此行略變態的準則就在於 或者的行為更加不合格情理 並且對頒獎典禮的影響更大 我方認為Will Smith應該受到更大的選擇 原因有二 第一,暴力不被提倡 你應謹慎行事 在文明社會中 除非是出於自衛還擊 否則暴力從來都不應該被提倡 Chris Rock的援笑沒有嘲諷的意思 更加沒有對Will Smith構成任何危險 導演Jad Apatow都表示 Will Smith是奧斯卡的上客 在過去30年已經聽過上百萬個奧斯卡的笑話 因此掌掌行為就只是純粹的失控和暴力 而即使Chris Rock無意中令Will Smith感到未冒犯 Will Smith都不應該直接使用暴力 心理學家Jackie Lewis都指出 Will Smith不應該用暴力解決問題 希望他用另一種方式處理事件 例如在2016年 奧斯卡曾經以艾瑞人的黑板形象開玩笑 然而對於玩笑不滿的艾瑞演員 並沒有像Will Smith那樣直接以暴力解決 而是事後再以聲明表達不滿 可見除了使用暴力之外 還有其他更加有效的解決方法 更重要的是作為公眾人物 又正處於備受觸目的奧斯卡頒獎禮 Will Smith就更加應該謹然進行 避免事件升級 第二使用暴力解決轉移典禮焦點 其實除了掌掌掌事件之外 奧斯卡還有很多焦點值得我們幫助 不同獎項 花樂誰家 甚至是首位聽將演員 特洛伊科蘇爾贏得男演員獎 首位出櫃的黑人類演員獲得奧斯卡等等 這些本應該受到更加多關注和討論的焦點都被模糊 根據尼爾森收視率調查 原本收視率一路走低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在掌掌風波之後 收視人數直接達到1740萬人 被風波前足足多出780萬人 看看Google公佈的統計數字 之後網民搜索Will Smith的次數 比起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深知船率 多出25倍 難怪連美國影藝學院發布的聯合聲明都表示 奧斯卡的願意是聘足影藝從業人類的勞動成果 但最後就被Will Smith不可接受的行為所掩蓋 本身Chris Rock的玩笑 和過往所有奧斯卡頒獎禮的玩笑一樣 都只是為了炒熱氣氛 並不會搶走頒獎典禮的焦點 然而當Will Smith不顧後果這樣衝上台掌掛Chris Rock 就令到事件增加 好 靜大準備焦點又為奧斯卡頒獎禮 要特選影壇成果的原因 最後想問友方 是否承認暴力不可取 定定 如果不可取的話 那為什麼Will Smith又可以用暴力應對呢 多謝各位 好 正方主編想容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的 接下來有請反方主編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範 謝謝 這位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友方淺見辯題 4分鐘的主編稿 其實都是在問我方一條問題 打人就是不對的 但先等一等 今天的辯題是一條比較性的辯題 要論證的是 雙方都有錯的時候 哪一邊應該受更大的譴責 所以友方主編要求我方論證打人是不對的 這一點根本不合理 有見及此 我方行量編題的標準在於 是審視Will Smith和Chris Rock 在這場公佈的動機、行為、反應 三方面後 哪一個人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故此 我方支持月方編題原因有二 第一 若無其事毫無富裔 Will Smith掌掛Chris Rock之後獲得影帝 他在自己的演講中 立即為自己的行為表示協議 並立即向主辦單位奧斯卡 以及其他被提名的演員道歉 可見Will Smith在事發過後 便立即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及後 他亦在Instagram 公開發表對Chris Rock的道歉聲明 當中提到自己在頒獎典禮上的行為感到悟悔 而Chris Rock也接受了他的道歉聲明 而奧斯卡 亦因Will Smith的行為而禁止他在未來十年內 不能夠再踏足奧斯卡 可見Will Smith不單止已經對自己 勞妄的行為感到後悔 亦已經接受了應有而嚴厲的懲罰 相反 Chris Rock由頒獎典禮事件指今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說 《洛杉基時報》的評論 更加直言Chris Rock向Will Smith的妻主Jader 道歉才是平息這場風波的唯一方法 然而Chris Rock事發至今亦毫無表示 他亦沒有為自己這麼冒犯性的言論 會審任何的後果又或者責任 他在公開場所發表大有歧視性的言論 絕對應該受到批評 因此比較Will Smith和Chris Rock在處理這件事上的手法 Chris Rock更應受到責責 第二 此作用者 挑起時短 要審視這次奧斯卡風波 誰更應受到責責 絕對應該考慮到究竟是Will Smith還是Chris Rock 是整件事此作用者 很明顯地 如果不是Chris Rock主動出口取笑Will Smith的妻子Jader 就不會那一晚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而值得留意的是 Chris Rock對於Jader的嘲諷 是完全在台上即興想出來的 即是Chris Rock先前提交給奧斯卡主辦單位審核的稿 並沒有包括這個笑話 可見Chris Rock在未經過奧斯卡主辦單位同意 就借用奧斯卡這個這麼受人注目的平台 發現火火的影響 明顯是有所不妥 再者 Chris Rock在發表這個笑話之前 完全沒有徵投過Will Smith以及Jader的同意 而在這麼大場合說一個這麼冒犯性 會冒犯到Jader的笑話 在這麼大場合有很大反應 可見整個風波都是由始至終 是由Chris Rock一句不自製的言論 就作為一個喜劇演員 他說你應該懂得推分什麼笑話是應該說 什麼笑話是不應該說的 但是他就屢次在奧斯卡舞台上不斷展示自己不專業的一面 他說是博取觀眾的眼球 而開一個這麼有冒犯性的歡笑 如此不顧場合的言論 你應受了檢責 最後想問有方一條問題 一個主動出口商人 二號沒有副意的公眾人物 不是應該受更大的責任嗎 多謝各位 月方主便想用時間為四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進入台上發問環節 首先會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約 向月方主便提問 答問時間為一分鐘 之後反應 月方主便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再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在完結15秒前會有一丁 甲方的同學準備好請說可以 試麥 好 聽完月方主便的發言 不難發現 月方從來都沒有一個清楚的介紹 告訴大家 什麼是一個過過的言論 而且在一個沒有清楚的準則下 月方根本不能夠合理化 Rules Smith打人的原因 等於上萬月方台的 是不是我今天找過 聽到好像是捍衛症 而合理一點點的理由 我就可以出手打人 我就可以去打人 而同時不受任何譴責 在月方台的立場下 是沒有不對的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月方會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看見 謝謝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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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月方主编 第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秦江可宜 可以 有方同学请不要再打到草人 我们今天在主编没有讲过说 Rules Smith 打人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宏观审视整件事的起因经过 Chris Rock 招访Rules Smith 的妻子Jada 而Rules Smith 打人 但是Rules Smith 在他的得奖演讲中 已经道歉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悔意 还有他也有向Chris Rock 道歉 但相反Chris Rock 接受了他的道歉 而他没有向Rules Smith 的妻子Jada 道歉 所以Chris Rock 更应受到原则 多谢各位 接着会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 便员向甲方主编提问 接着会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向甲方主编提问 所以今天Chris Rock 他说的他开的这个玩笑 其实是没有被奥斯卡承认过 他是即场即场发挥的 他突然之间在毫无欲笑之下 突然之间说这个这么侮辱性 这么冒犯性的开玩笑 所以他这个玩笑是不被奥斯卡承认的 所以请问有方派出是否觉得 在Chris Rock 做出这么无犯证的言论 但完全没有交代 没有抱歉 以及没有负义的情况之下 都没有问题 都不应该受到谴责 多谢各位 好 现在甲方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好 现在甲方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主别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个可以 有方就问我方 究竟Chris Rock 是没有故意 是不是都应该要道歉呢 首先回答有方的问题 有方说这个笑话是不被奥斯卡同意的 但有方可不可以交出有哪些笑话 是被奥斯卡承认过的呢 道歉的问题 但Chris Rock 现在都是受害者之一 究竟他是要道什么协 而有方也没有答过我方刚刚问你的问题 究竟这个过火的玩笑 过火的界线在哪里呢 请有方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回应 是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会有请甲方第一副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好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好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但是Chris Rock 他的言论就是一个歧视性的言论 但是有方就说 Chris Rock 这个笑话可能会引提起他人的博物 那些 但是一个笑话肯定是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当时跟Jader一样 患有鬼剃头的瑞链女星 Janica Olin都说 其实这个笑话根本是没有侮辱性的地方 所以这些笑话从来都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的时候 全部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所以今天有方要看哪个更加受谴责 应该是要看当时Jader自己的想法 但是有方连一个Jader 每日都加不出的时候 不可以假定Jader受到的伤害 所以我们今天由有方的两个论点出发 拆解有方主线 第一个论点有方就说 他没有负义 但是Will Smith就立刻道歉 但有方不明白了 是不是道歉了受代表无事 是不是就可以不受谴责呢 其实按照有方道歉就什么都可以的逻辑 是不是Will Smith无论打了多少人 只要有道歉 其实他都不需要受到任何的负责呢 所以Chris Rock其实是一个骗声 他讲这些笑话都是用来炒热气氛 其实是很平常的 甚至原来Chris Rock的弟弟都说 其实Chris Rock是不知道Jader有脱发问题的 他如果知道的话 就不会开这些本笑 可见其实他根本是无心交奉Jader Jader都没有表现过不满的时候 有方不可以只看到有人不满 Chris Rock就觉得他不虑了他自己 都被人打了巴 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再讲究竟现在的笑话有人喜欢有人不满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不满的骗声就要道歉 就要负上大任呢 就像我今天问你了 你吃了饭没有 你都可以解读成为我是困扯你 你为什么整天吃饭 究竟我是不是又要被人打一巴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暴力行为 究竟是否可以接受 其实洛杉矶简 其他地方都表明过会拘捕Will Smith 说他们已经准备好 Chris Rock可以随时起诉Will Smith 而Will Smith本人也都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错误被破坏性的 甚至连Jader Smith本人都说 Will Smith觉得他的情绪过于激动 反应过到 他觉得他其实是不应该出手打人的 当今天无论不得法者 还是当时人都觉得暴力是不可接受的时候 分不分有方 是不是只要有所谓的合理原因 就是可以使用暴力的呢 特别是Chris Rock被打完之后 还努力去维持奥斯卡的气氛 但是Will Smith打完之后 还继续用粗言卫义去骂Chris Rock 不如有方跟我说 究竟哪一个处理得更加好呢 再来看有方的第二个论点 就说Chris Rock 不要被奥斯卡批准了 这些笑话 但我方不明白了 究竟Will Smith去打人 是不是又经过奥斯卡批准呢 如果经过奥斯卡批准的时候 为什么又要禁他10年出席呢 所以今天有方觉得Chris Rock的笑话 不跟稿 就是不应该了 今天有方根本是不了解奥斯卡批准的行业 究竟这些即庆笑话 就是他们本身的 一些专业的特德的时候 有方不可以用这个作为论证 去觉得Chris Rock是做错的 有方觉得Chris Rock是一个始在动者 就觉得他是在挑衅着 叮叮 我说过了 这些笑话本身就是传统的时候 究竟有哪些人会介意呢 各位 各位 甲方第一副变所用的时间是3分06秒 没有过事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第一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思议 可以 丁 丁 丁 这些评判作为大家好 来到一副的环节 我们不容三导致印去拆解今天的变题 第一 更大谴责 有方和我今天跟我们说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Chris Rock 今天的言论是不给奥斯卡的认识 今天我再一次跟有方和我解释 奥斯卡原本是有一个审视稿件的习惯 就是每一位主持人 他们上台之前的稿件都要被奥斯卡审视 但是有方和我今天Chris Rock 对Jeda开的环照是没有在这个稿件里面 他是正常想出来的情况之下 所以才不让奥斯卡承认 奥斯卡也没有预料会出现这些东西 这样的玩笑 有方和我清清楚地跟我们说 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具有破坏 其实多谢有方和我今天已经承认了 今天Chris Rock正正地就是对Jeda 使用这个原言语的暴力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如何判断过果的价钱 是不是对当事人 是不是对当事人开这个玩笑等于过果 今天为什么判断过果的价钱 就是因为对当事人有没有反省 今天怎么判断过不过果 我方和有方今天双方都不能判断 但是当这个玩笑已经对当事人有无患性 他已经感到被暴力 甚至已经开始反反的时候 请问为什么有方和我认为 他已经有道歉 他是有一个理由 而且他是为了他的家人才去出手的情况之下 相比Chris Rock的始在勇者 无心始在勇者 但是他又完全没有负义 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 相比之下Chris Rock更英才勇责 第二 第二个人经历 今天Ruth Rock其实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 他的父亲是有严重的愚走问题 就在他童年的时候当面嘔打母亲 他的童年经历 只会令到他痛恨自己的父亲 更从此培养出要不惜一切 去保护自己亲人的价值观 而Ruth Rock小时候目睹自己的母亲被伤害之后 长大后就自然对有人冒犯自己的亲人更加敏感 但考虑到他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 相信再到各位都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情有可缘 因此Ruth Rock的童年经历 会令他在保护家人这件事上 比普通人更加偏激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般人的目光 或者道德标准去看待这件事 第三 费义 Chris Rock作为一个喜剔演员 在讲笑话的时候触及一些敏感话题 因而饱受评激 16年的时候Chris Rock在奥斯卡班 介绍三个亚裔言和出场的言论 被演示划夹除了亚裔人死读书的定型 以及用轻描的语气去提及严肃的同工话题 就此李安尼和另外25位亚裔影哲 向奥斯卡抵较抗议信 我记忆Chris Rock的言论引起他人的强烈部分 原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遗憾的是Chris Rock在这件事之后 并没有阻止自己的口门遮难过性 在今年的奥斯卡再次冒犯 患病的妻子 那件Chris Rock根本毫无存在之言 基于以上原因 一分一变,月方变题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副变相时间是3分06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析 接下来有请甲方第二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发言 不难可以发现 三方面大家有方成全主见 有方说Chris Rock的笑话 没有根据奥斯卡的审核批准 所以我都承认Chris Rock在这方面的确有做错 第一副问你 究竟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伤害人 更加应该受到检查 Will Smith冲上台 打主持人是否很专业 那方通通不打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原来Will Smith做一个成年 一个处于奥斯卡的明星 他更加严有专业的态度 而他竟然在选择在大臣广众下打人 发泄情绪 而再看看Chris Rock 他被人打完之后 还要不盲手 努力维持气氛的时候 明显在右方专业的比较平台下 Chris Rock做得更加出色 Will Smith才是应该被检查的 同时间的是 究竟这个审视稿件的制度是怎样的呢 右方堂从来没有论证过 究竟他今天没有被人审核稿件的时候 为什么奥斯卡是没有怪他 没有说他是有不合 反正是惩罚打人的Will Smith 这点 右方堂需要在下个辩位解释清楚 第二点 右方堂跟我们说 Will Smith已经受到惩罚 但是Chris Rock就没有 所以右方堂根本就论证不了变态 没有惩罚从来都不等于是他应该要受到惩罚 没有惩罚 为什么不可以是因为他犯的错 未至于要惩罚呢 而见到的是 原来 奥斯卡都是同一个标准的时候 其实今天他根本就不应该要惩罚 所以右方堂不可以说Chris Rock没有人惩罚 所以就应该要用这个惩罚去惩罚他 其实Chris Rock是一个鞋身 他讲笑话炒异气氛很正常的 甚至连Chris Rock的弟弟都说Chris Rock 不知道他有出发问题的时候 究竟他今天要怎么样 为什么他今天有必要被人惩罚呢 有方堂觉得Chris Rock应该被人禁止出席 奥斯卡20年才有惩罚呢 第三点 有方堂跟我们说Chris Rock他攻击了别人 但是他没有道歉 所以他就应该要被人谴责 所以其实有方堂都知道 Will Smith打人是不对 但是他跟我们说Chris Rock他自己都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一方问你 是不是道歉就等于武士就可以不受谴责 有方堂没有答过 所以当道歉不等于别人一定要原来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指标 然而当今天说了原来道歉不等于解决问题的时候 从实际行动上言言 今天Chris Rock被人打完之后 还努力维持他自己的责任 维持气氛 但是Will Smith还继续用粗口去骂他 可能是在情感上控制 还是在情感上控制 Chris Rock更胜一筹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的是 究竟Chris Rock今天身为受害者 那笑话还要被人对他入载的时候 不明白为什么Chris Rock要什么事去道歉 更重要的是 今天右方堂从来都无论正确 究竟过果的言论是什么 任何笑话都可以是过果的言论 而任何人有不喜欢的时候 有方堂都可以说是过果的言论 所以今天原来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的时候 右方堂从来是一个观点的角度 不可以说到Chris Rock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更重要的是 原来今天使用暴力 右方堂觉得他是维护他老婆 那就可以了 今天是否为了家人就可以去打人呢 其实讲到尾 笑话是否真的像右方堂那样说到 在一个过果的言论呢 看到奥斯卡以前在2020年的时候 有明星说过 我要把这个奖带回名为哈利 希望可以带回美国的时候 其实今天他也是在攻击家人的时候 不明白右方堂的 另一样人为什么可以不负责人 多谢各位 甲方第二副变所用时间是3分08秒 没有过事无需求分疫 接着现在有请粤方第二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你好 丁 其实评判最后就讲一下 大家好 你看到义父的环节就等我讲解 是有关手法是否有很多的逻辑 首先有关罗提到 克里斯卡的换笑是完全无事的 是一个奥斯卡传统的惯例 但是我们可以见到Jedda 听完这些蓝色化一百眼 冒意是一个病人的不尊重 Jedda本身是一个病人 他饱受着鬼态头病的压力 但是克里斯卡的换笑 是无疑 对他一个病情的潜入和不尊重 而有方提到 有方提到说 我们没有说到任何个开业的计则 其实不是 我有关一会已经说过 只要是对当时人有任何人 没有反映 其实已经是过火的言论 过火的换笑 根本就不应该 克里斯卡身为一个专业的主持 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么低质收的错误 再者 我刚一会已经提到 Bruce Riff很早已经有悔意 他与这个颁章点在结束 颁章点在前 颁章点在中间 已经有一个明确的道歉 有深思的悔意和反省 反过我们可以见到克里斯卡 私口完全没有道歉 跟2016年的亚瑞尔和事件一样 他已经类有案底 类类以一些特定族群来开玩笑 但是永远都是轻轻大过 再者 有方今天和我说到 厌于暴力 其实根本就不是暴力 因为有方看到 所谓的这些玩笑 其实只要在奥斯卡都没有罚到他 就没有任何问题 根本就没有任何惩罚 根本就不受到任何的谴责 这些所谓的过火的玩笑 其实只可以轻轻大过 根本就完全不受到任何的谴责 再说 有方同学今天和我说到 他只要道歉 他虽然道歉了 但是不代表他不少受到的谴责 但其实我可以见到 他道歉 其实克里斯卡是有接受到的 因此 而相反我们可以见到 克里斯卡是没有任何的表示 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对不起 对杰拉的侮辱 最基本的道歉 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威斯卡是受到较少的谴责 而不是不少的谴责 然后我们可以说一下 这个言论自由的有分何谴责 我们可以谈论言论自由的界线 2019年 台湾著名其好书艾人 珍波恩先生曾经为挑吹自由言论 而自焚的正能先生 遭受过大马列平击 如同如日方将事业一度受挫 便于事与变体中的奥斯卡掌管风波类似 一样都掀起了很多人 对于搞笑和底线的讨论 支持克里斯卡的人会认为动督笑 喜剧等等的精髓正是 在于发言者内容上设计的自由 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的内容 都是来取笑 以及政治敏感的议题 因为取笑得丁足分 政治人物等等 所以终于得多 普罗大众 既然明白的开华大笑 因此为喜剧画下的行事 触迫创作者 只会令创作差弱色彩 但反对者认为 即使是说笑 都是绝对的解释 不能越远 而的确 如果幽默成为人生攻击的工具 就绝对是偏离了喜剧 动督笑的练义 就像克里斯卡的疾病 来开玩笑一样 愿愿串串 就是将自己的快乐 足以别人的痛苦之上 而有方同学 基里斯卡身为病人 本身受罪法症之苦 却在此受到克里斯卡的风刺 接下来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会各有两轮发问 首先会是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麦 试麦想问清楚 清楚的 留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除了各位,大家好 有分文前一阵说 只要被奥斯卡承认做一个合理的笑话 就不是言语暴力了 而克里斯卡是即兴执揮 没有被奥斯卡看就有问题 但即使被奥斯卡看 也有机会在别人的语章 是有副所得的冒犯证明前问 所以其实有方一副都说 如果火不是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定断 而是要看当时人们没有被冒犯 而Jara自己也没有说过被冒犯 因此想问有方 行动这个笑话有没有过过的准则 是否不需要在当时人有没有被冒犯 而在奥斯卡有没有承认这个笑话 就是必然不会过过呢? 多谢各位 好,认识方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各位 liquidity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月方排槍在台上緣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幫同學跟我們說奧斯卡有可能會承認這個照片 但有幫同學又沒有跟我們說奧斯卡有沒有出公開聲明說這個換照其實是不過播 有幫同學沒有,所以有幫同學不要再跟我們說有可能有可能 而是舉出一些實質的證據跟我們說奧斯卡今天是承認這個換照 而且奧斯卡今天覺得奧斯卡沒有做出一些公開聲明 所以奧斯卡其實根本沒有反應 奧斯卡今天奧斯卡已經給了一個即時反應 就是奧斯卡已經反白眼和明確表示自己在法務的情況下 所以奧斯卡其實是有感到沒有反應,有感到不舒服的 所以為何奧斯卡還覺得奧斯卡沒有人沒有反應 而這些過火對當事人有沒有反應的言論還可以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多謝各位 好,接著現在會請粵方派將會台下辯元發問的 請台下辯元開啟鏡頭並且試麥克風 好,請台下辯元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好,下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我試 可以 叮 主要評判在各位大家好 有方副辯元不斷強調任何暴力都不能被接受 但是Chris Rock的語言暴力就事言不見 有方同學就雙重標準 所以今天有方全場都跟我們說 為了炒熱氣氛 但是奧斯卡收市有700萬升到1700萬 明明奧斯卡的氣氛應該好被炒熱 但是有方又嫌多了這1000萬的新觀眾 騎劫了這個活動 不是為了電影而去看 而當收市沒有變的時候 又覺得會炒熱不到氣氛 所以問有方何 當收市變得怎樣 有方都不滿意 是不是證明了收市和事件受譴責的日 和程度其實完全沒有關係呢 多謝各位 現在甲方會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請記錄到今天 因為坡 Victor 可以幫忙 麻煩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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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排出一位台上边缘回答 下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有个人问了,究竟是否任何暴力,是否都不应该找他呢? 但我刚才看到的就是原来今天Will Smith有方说到言议暴力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方不是表认说Chris Rock什么都没有做错 但今天我们先看看Will Smith 原来他又去打人,又有姿体暴力 又用粗言卫语去骂Chris Rock又有言议暴力 是否有方在立场下,其实Will Smith是更加应该受到检查呢? 而有方再来问,多人看一些,会令到奥斯卡多人看了,收市就上升了 但问题就是在于他收市上升了,他带的标点座都不是在得奖者身上 今天原来拿奥斯卡奖是一个被所有演员憧憬和渴望达到的目标的时候 今天就是被Will Smith的这一把奖全部抢光,收去关注的时候,是不是都没问题呢? 好,现在有请甲方派出台下便原作第二题的台下发问 请在台下便原开咪试一试咪试 可以,是,听到的,是,听到的,好,准备到声音,可以 可以 有方今天第二个论点就是说,只要是事情的始作用者就要受到最大的决定 好,现在月方会一分钟准备时间 好,现在月方会一分钟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有方承认了 奥斯卡的立场就是加蚊班军的时候 为了炒热气氛就可以说什么都行 对于一些弱势社群 例如一些性小众、病人等等的保障完全都不存在 情况就好像一个社会的制度不完整 保障不了权益 而当情况是这样的时候 国际社会对于采取过激的行动 是会表示同情和理解 而当今天看到Will Swift被禁止出席奥斯卡10年 断送自己的全国演员生涯 有方都要认为他要受更大的谴责 所以想问有方按理的逻辑 我们是否应该要加重力度去打压 去谴责一些在缅甸用暴力示威对抗极权的示威者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甲方会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请出íd 一直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United 谴责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4次 handphone trial shouting铁如果这样也是 hanbo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这些笑话是否应该传绝的话 就是加重力再谴责 问题是今天是否用暴力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而同时之间的是有方堂不如跟我们说 是否奥斯卡没有了玩笑 没有了气氛 是否没有了整个奥斯卡死气沉沉一片的话 有方堂就觉得是最好的呢 甚至乎是否连鞋身的职业根本都不应该传绝呢 因此有方堂今天论证不了 究竟有什么是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呢 其实讲到尾笑话是否有方堂讲到这么个个呢 其实看到的是2020年有迷声 占掌期间说出我要将这个奖命为哈利 期待可以将王子一起带回美国的说话 暗奉哈利王子想脱离王室 摆脱英国的决定 这正正就是成功了炒穴戚戒指纹 虽然王室诚是如此很尴尬 但是能够理解奥斯卡 场中妆合要维持自己的身份 最终能够以笑容去回应这笑话 看到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奥斯卡平时的运作的话 都会是当它的笑话 就不会恶意批评 而比起台上打人 可能一时就会更加打扮 时间足够了 好,現在台下販賣環節結束,會是傑變準備時間 雙方的傑變各有一分鐘時間再準備,現在開始計時 雙方的傑變 好,截變準備時間結束,會先請月方的截變作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請 主席朋友,各位大家好,來到截變這個環節,我們不妨以兩種暴力而營結這個比率 首先我們說說言語暴力 其實有方已經解釋過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有破壞性 但一直在合理化言語暴力 而當事人是有句冒犯的,我同歸一次,他當場犯了白眼,而且表示不滿 現在有方就是言語暴力的護棋子,一句說笑就可以萬事皆可 有方今天完全是相同標準 而現在說肢體暴力,有方說其實有肢體暴力就是錯 但這是一個比較性的表題 不要說因為有肢體暴力就是錯,完全忽略了Chris Rock的延遠暴力 但是整場辯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喜劇的界限 我們經常都會想,每一個喜劇的效果是否就是會傷到人,攻擊到人都在所不惜 大家不妨可以容易地而處,患生自己,患生自己的致親 被人詆毀,末慮,諜諷,各種不堪的目的言辭都一一奉上 你又可否受呢? 講到未,其實道理很簡單 大家都明白,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外乎尊重兩個字 如果有時才溝通過的,才得到對方同意的,開玩笑絕對不是問題 但今天Chris Rock所做的事,但未得到別人同意的情況下 以言語攻擊人,去被人最脆弱的一面往死裡打 而要攻擊,故人大傷害 但可能大家會想,難道只是說一兩句 Chris Rock到底被人暴力對待嗎? 直至我們可以延伸到今天整場辯論的第二個重要課題 就是暴力的正當性 雖然大家可能從小到大都會聽到父母說,聽老師說 暴力永遠是錯誤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使用暴力 小時候大人會教我們打就奇定君子動口不動手 但欺凝者不斷用言語騷擾,始終辱罵其他人的時候 就不會有任何後果 而當被欺凝者有一天忍受不到以肢體還擊被懲罰的 不如是被欺凝者 因為暴力永遠是罪錯的觀念 然而言語暴力的嚴重性是否必然比肢體暴力低呢? 而言語暴力可以對人感受不可磨滅的精神傷害 而言語暴懷的痛苦的人 可以從此對社交感受恐懼 亦都可以從此對其他人不相信 尚且心理影響絕對不會讓肢體暴力的後果輕微 事實上,大家都會認為肢體暴力更加嚴重 純粹是因為暴力的影響,肉體的傷痕是即時顯然而見的 而相反,言語暴力的影響停留在精神層面 比起肉體傷痕更加難被發現,更加難被治癒 今天我不是精神科專家 我沒有資格,亦都沒有能力去講言語暴力 還是肢體暴力更加禍害心軟 但有方都不能斷言肢體暴力 必然比言語暴力更值得譴責 社會上,定義之師往往都是省時暴力 容易是錯的的金科玉律 以身章定義,但到頭來卻莫視因果 只是懂得討論受害者的罪乎禍手 甚至如果只是譴責Rose McRae 會有更多喜劇演員以言論自由等 冠冕堂亡的理由 繼續冒犯攻擊少數族裔 乘小眾等不同弱勢社群 我想問一下右方 究竟你是不是還覺得肢體暴力一定是錯了 而言語暴力一定比肢體暴力的傷害低呢? 多謝大家 好,月方劫變相的時間為3分3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現在又請甲方劫變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靖 各位大家好 小時候我們準備過了一種概念 但我們任何人都不應該使用暴力 因為暴力不單止解決不了問題 反而只會令問題更加複雜更加嚴重 奧斯卡頒獎子例上 Chris Walker 說的這個本笑 本來可以輕輕打光 事後以更加其他更好的方法解決 但Riswick通常團隊的這一巴掌 不單止是令到事件影響了頒獎禮的紛紛 更加是移位前套 令為職業生涯蒙上陰影 而來到這邊的位置 我們不凡而有的謹質 其實是動機、反應和行為三方面去審視現態 首先第一是行為 有方其實很矛盾 有方主電話Will Smith是錯的 Will Smith也有錯的 暴力的行為不正確 但到之後又突然合理化他暴力的行為 說他只是維護家人 但其實今天有方 其實今天有方的論證這件事 只是基於Chris Walker 說的這件事 本來本身會令到J達受傷害 但今天有方全場加出的資料 證據只有有方以赴所說的反白眼 但怎樣反白眼呢 就等於博物 今天有J達反白眼 他可以是做效果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今天J達自己都覺得 Chris Smith上台打人的這個行為 過於衝動的時候 有方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就假定 J達受傷害從而合理化Chris Smith的行為 而最重要的是 Chris Walker 作為一個諧星 我馬上翻證點裡的視話尺度 本來其實就比較大 而換銷本身是沒有清晰的標準 是行為是非對錯 當Chris Walker 今天不知道J達有病的時候 他不會知道這個換銷可能對他造成傷害 因此今天我們看到Chris Walker 無意無反 而J達本身沒有受到傷害 甚至Chris Smith的暴力行為 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時候 有方不可以合理化暴力行為 而去論證Chris Walker 應該受到更大的負責 而第二是事後的反應和處理的方式 有方今天說 奧斯卡頒獎的主辦方沒有懲罰到Chris Walker 這次Chris Walker 受到更大的責任 但是今天 所以我方義父問你 如果Chris Walker 這些笑話 真的沒有被 好像有方說 沒有被奧斯卡認可的時候 為什麼事後主辦方 只是懲罰Chris Smith 打人 而不去懲罰Chris Walker 他說這些笑話 有方說不出 而再者是有方說到大 就是覺得Chris Smith 事後處理得更好 因為他有道歉 但又沒有道歉 其實從來不是今天衡量 誰應該受到更大責任的指標 因為今天道歉 不代表事情就可以解決 不代表Chris Smith 打人就是沒有錯 而見到的是 Chris Smith 落台之後 還要用粗言為了去罵Chris Walker 這都是言語暴力 而相反的是 Chris Walker 事後有澄清這個字 在一個換笑 被獎過之後 而努力去維持奧斯卡的氣氛的時候 明顯Chris Walker 的處理方式更勝一籌 而且我自己是我方一虎都說了 Chris Walker 其實也是這件事的受害者之一 而作為鞋子 就是本來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因此今天我方不明白 為什麼有方一定要Chris Walker 出來道歉 而他沒有道歉 就代表他應該受到更大的證責 而最後是動機 Chris Smith 上台衝上旁打的這一巴掌 有人覺得是搞笑 有人覺得是有型 公眾見到的就是Chris Smith 為外掌握 但當我們除去類驚 因為想維護另一半而打人 這個動機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型 其實來到今時今日 世界已經不再處於 什麼都是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時代 大家開始用和諧去包容 去灌輸和平的理念 嘗試去用更加有效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因此作為一言一行都被關注的公眾人物 一時衝動絕對不應該是少人的藉口 而作為三個底女的父親 Chris Smith 更加應該做好訪約 自身作則 解釋子女遠離暴力 為下一代管輸反對暴力的理念 因為有暴力不滿 所以就用暴力解決 因為概念從來不應該被鼓勵和支持 情緒失控 可能是宣佔情緒的好辦法 但衡量後果 或者是好情緒 溝通、尊重、包容 更加應該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謝謝各位 甲方劫變想用時間3分5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暫時過一段落 主席會與評判和雙方合分員處理分子問題 在三位評判填妥分子後 會再逐一邀請三位評判 為今場的比賽給予評語 請對賽的辯元留在圓位等待 另外提醒評判在街辯級分上 最佳辯論員是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元 再分別給予評分數 最佳者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而餘下那位會有10分 請問一下 主席 我將分數都給予評分了 因為我正好選了 一學生的比賽 最佳我給完我的評語 我就離開了 我就不回答了 是 沒問題 或者現在 先回答一下給予評分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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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沈寶昇議員 謝謝 謝謝 當然賽會邀請 這條辯題收到 我的評分的準則 因為我都太久沒見了 我都會交代我的評分風格 都會各自點出雙方 可能兩至三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判你們輸的理由 會在哪裏 如果我今天 今天雙方的主線的方向 我接受 但是我先講甲方 如果我今天碰甲方 我剛才講 輸的理由是甚麼呢 我想大致上 可能是以下這兩至三個 第一個 最大的問題 你看回你自己的主編稿 你主編稿第一點 就是說暴力是不對的 第二點就是轉移了焦點 其他人得獎的焦點 就全部保護了 譬如說最佳男配角 和最佳女配角 那些 一個就是聽將 一個就是 就是在公開場合上 就是展示到自己出櫃 這樣的得獎的演員 沒有被注射 但是你第二個點來說 你在你們的一副和二副 是完全沒有提過 直到你的台下第一次的 第一條的台下發問的時候 好像是回應 還是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都不忘記了 對 元方的第一條台下的時候 就是問你的時候 你才有作出這個回應 那我就會在那裡想 就是說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是你浪費了這個論點 就是我會覺得 你本身其實有這個論點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 挺好的一個 處理這條面系的一個方向 就是 要說的就是 為什麼他受到更大的譴責 來講 不只是單純 就是你可以讓 岳方看更加宏觀 我不是只看 Chris Roth和Will Smith 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而是對於整個 奧斯卡金像獎來說 你不是只有Chris Roth和Will Smith 兩個人 還有N那麼多人 在那裡 那些N那麼多個演員來說 辛辛苦苦演戲 做了那麼多年 有機會被提名了 到了這個場合的時候 來講 自然都會很想 就是說大家都會去注視他 現在變成的就是說 喂 就是因為你們兩個人的事情 然後搞到其他人 完全沒有人去回應 我覺得其實本身是一個挺好的 一個討論的方向 但是來說 就是說 我就覺得 就是 就會跌了下去 我覺得就是 只是全場 我想可能是 最後得出來 就是大家得出來的 現在得出來的觀錦 就會好像 跟今屆的奧斯卡一樣 就是說 在你身上就會變成 就是 你不只是很關注暴力的問題 就會是 那這個就會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 你沒有好好深化你的 Point 2來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的是 下次準備稿件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的是 你不是只想 比如說 講暴力與否 這件事情來說 是不是一個足夠 你支撐全場的一個 講法呢 這個是我覺得 第一個來講的 就是說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好不幸地 要判你輸的話 這個是一個第一個 挺大的理由 第二個理由會是什麼呢 第二個理由要想的就是 嗯 就承接著第一個項目去講的 就是說 就是 暴力是否一個足矣的 就是說 去支撐到 這個 全場的一個 講法 這樣 你也知道 你自己一定會說 就是 Wil Swift打人是不對的 也都應該 我覺得你們應該都預計到的 就是 越方一定 就 喂 我們知道 Wil Swift是有錯的 但Wil Swift有道歉 那樣 但Chris Ford沒有 那就是 其實你應該我覺得的是 這些回應 我想都應該都幾明顯 還有就是 是幾容易 會去 拍到的 會去這樣做 但是就是說 這個回應 也都我覺得的 不要被人的口吻就是 總之 Wil Swift打人就是不對的 但是為什麼打人就是不對的 我是去到結面的時候 剛才才聽了多一點的 就是說 Wil Swift 他也是 阿爸 那麼他這樣做 是不是不移身作質呢 其實應該這麼說 譬如說 當月科是這麼說 就是 喂 Chris Ward是一個喜劇演員 他這樣做 不專業 但Wil Swift 他自己也是一個專業演員 那他是不是自己也是一個不專業的表現呢 都會是 所以專業與專業之間來講 其實可能是兩邊來講 其實都未必是有哪一方來講 何者更為好處 就是我覺得 其實是 到結面的時候 才跳進去的 就是 越方的框架 三個方向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可以早點跳進去的 我覺得的是 如果你是想 在這條題目來說 就是我覺得 在這條題目來說 誰比較容易跳進去對方的框架 誰比較容易跳進去 對方的框架 做比較呢 其實在那邊的頸子 還不一樣 但是 我覺得是 在甲方來說 就是在這個 中間的流程上來說 我覺得是 你好像是 我想的就是 耳工代手 好 就是 只要我打得爆對面的時候 來說 我就 就贏了 這個方法不是不行 但是 問題是 是不是沒有更好的方法 正如你們今天的立場 就是說 我今天是不是 我不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解決 這件事上面 是不是不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解決問題 先 這個就是我覺得 大約來說 我覺得是甲方輸的 我覺得是比較大的理由 好 講完甲方講越方 越方來說 我就看了 就是說 就是 主線大方向 我接受 我明白 理解 但是 問題就是 好了 有哪些位置 例如 我覺得是 會比較大的質疑 或者是 覺得我沒有辦法 就是 如果我真的 判你贏 是什麼呢 例如 比如說 你應該要指出的就是 Chris Roth來說 沒有抱歉 但是來說 我想 雙方和學生都沒有看過 例如說 整件事 大家 他們兩個講的script 是什麼 Chris Roth來說 我最後說了哪一句 這一句說話 來說 就是說 嗯 這是一個電視史上 最偉大的日晚 這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 你覺得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主要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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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的就是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這句說話 合適還是不同 當然我覺得 有可能 我覺得的是 就是說 你說要看回 整件事 要雲觀審視 前因後果的話 那 這一個 我覺得的是 就是 我覺得的是 你是不是應該多看一些這些位置呢 還有 Chris Roth其實是有一次的回應的 在4月11號 他的talk show的時候來說 曾經都有說過這件事 但是 他說 我短期之內 不會說這件事 不過 他又 可能是一個開玩笑的口罩 就是說 除非有人給我錢 你想想 其實他人所說 是在消費這件事 這個 是不是又是符合他的 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 喜奇演員的身份呢 就是 我覺得的是 如果你 立場是說 我要在 他那個 他整件事要雲觀地去看 那 是不是可以再看得遠一點 而不是只有 那幾幕呢 就是 那一兩個 moment 就是 我覺得的是 這樣比較 會不會的 就是會比較出的 就是 Will Smith 是很主動 很快地 有道歉 有回應 當譬如 上次的同學子又說 他舉了個禮證 就是 如果 Chris Walker 他一早知道 Will Smith的老婆 是有班託的時候 來說 他就不會亂說這些 好了 如果他事後知道了 那是不是這樣 就會回應 就是沒有 這樣的回應 這樣的比較來說 就會清晰 就會比較出的 就是說 誰是真是有回應 誰真是沒有回應 就會 那你說會不會更加具體 不是 單純的 只是說了 就是 我覺得是更加深刻一點的 就是這個位置 是第一個 我覺得的是 那個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說 我覺得的是 其實你某程度上 其實跟甲方來講 我有類似的 就是你的point 2來說 你的始作俑者 挑起事端 那個point來說 其實你中後段 其實很少去看 這個位置 但是我覺得的是 就是這個是一個 又是一個 所謂有雞仙還是有雞仙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覺得 都很明顯 是一個 就是說 就是所謂的 用一句說話 就是所謂的禍從口出 這句說話來講 就可以去看 就是我這個位置 就會是 抱歉的 又拆開多個位置 就是說 當甲方 他用了這個抄功課的例子 在台下發文做 比如說 老實說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是一個 類比上的不合當 就是這個 就是 我覺得的 就是 這個就會跟 這個 下下去 是否借工 就是給一份公過人 那一位 是否就是指導 跟這件事是否可以類別 我覺得是兩回事 我覺得的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越方來說的 就是其實應該要 說的就是 他如果是一個 喜劇演員 那 他是不是應該有責任的 就是說 去橫顧一下 就是去看那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 就算 Oscar是有一個 所謂的 開玩笑的傳統 但是 是官符來說 就是說 開玩笑 是不是會 覺得的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反應 的時候 是不是都 就是 是不是都應該 當下的判斷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還有他後續的判斷 是不是應該都是這樣 那這些位置 我覺得 這些都會是一些 可以 所以 深化到的就是 所謂的始創 和挑起時段 那個地方 到最後 要說的就是 我覺得的是 雙方的台下發問 部分來說 那條問題 就是我覺得 值得大家回去 自己看帶 去 聽清楚 你問的東西 是不是 真的是一條 一條問題 又或者是否一條 有殺傷力的問題 而答的同學來講 就是 都要想的就是 一些好像很容易答的問題 但是 自己是不是答得好呢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台下發問 我覺得 台下發問 是一個 重要的環節 就是 當然 如果雙方分數 差距那麼大 那麼 台下發問 就會很容易分到勝負 就是如果你問得差一些 而台上答得好一些 那個分差就會拉大了很多 以台下發問 之後只有一個 就是見面 那裏面是很難追的路 那裏面是很難追的路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 就算台下發問的位置 來說的同學 可能都要去想一想清楚 就是 究竟應該怎樣去處理 少少年紀到這裏 那裏 真是抱歉 我要看回我自己的學生 因為我有朋友來到這裏 我也會離開了 謝謝你 好 謝謝沈寶姓老師 那接下來 也會想請 賴彩賢老師給大家一些評語 謝謝 Hello 你好 雙方的同學 大家好 我都給了一些意見 今天兩邊的同學 我自己覺得這條題目 它是一個雙辯題制 亦是一個比較性的辯題 所以我自己比分的時候 我會傾向 期望大家在內容上 做到一些行為上的比較 或者你不一定是比較他的行為 可能你從不同角度去看 譬如 岳方可能有提過 他那個事後的處理方法 例如有道歉 沒有道歉 等等 或者事前的一些動機 到底他做這個行為 背後是為了什麼而做 譬如可能 岳方會說保護家人 甲方可能會說 其實他是職責所在 這個是他的功能 作為一個搞笑的一個藝人 我會期望雙方 在不同的比較點上面去解釋 為什麼你認為某一方要負多些責任 這裏我就說一說兩邊 今天做不做到那個比較的效果 那甲方上面 其實我會聽得比較多 你是像說一個暴力行為不能接納的很多原因 就是可能任何事情 就算面對多大的困難都好 都不可以以暴役暴 主便有提到 就是說除了是智慧的情況下 其實暴力也必然是錯等等 那很多時候的內容上 都是說暴力就是不應該 那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什麼爭議的 那言語暴力還是肢體暴力 其實本身都不應該接納這件事情 是必然是對的 所以我會期望是聽多一點 就是甲方你去論證的時候 為什麼你覺得 大家的行為上面 有一個是更加不能夠接納呢 而我覺得 甲方今天有一個情況 就是很傾向 是幫這個Chris Rock的言行 做一個defense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不是太需要去想方法 去合理化Chris Rock的言論 說到他的言論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會令到你的立場上 會有少少 去到中後場會有些很難站得穩的 因為其實你開頭主便一副二副 你都是很堅持 會覺得他的行為沒有什麼大問題 職責所在 都是說笑 以往都是這樣 但是你去到別人不斷去說 言語暴力也是暴力 不斷去說他對Jader造成的一個負面影響的時候 你們去到中場其實都會難免有某些位置 其實你們有少少退了 你們會說到 沒有說過他說的言論沒有問題 沒有說過言語暴力沒有問題 等等 所以就會變成你們會處於一個情況 就是到底你覺得他這個言論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中間就會滲透了一些去說 其實都要看當事人怎麼看的 其實說笑很多人都會說的 不是說笑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你們都會提到就是 當事人都沒有走出來說他給這個笑話 有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都不需要因為這樣說他的言論很有問題 好像你又很努力地想說到 Chris Roth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是困難的 當然對方也不是真的抓得很多 但是聽下去的時候這個會影響了那個說服力 因為你要嘗試去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很難是說為一般人聽完之後會接受的一個立場 因為如果真的這麼沒有問題就不會有爭議 就是你主編都會說這條辯題很有爭議的辯題 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一個輿論 就是大家都覺得雙方的行為有問題 不過哪個問題大一點 但是你又很努力去嘗試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很難完全說到他的言論是可接受 就算他的身份就算他的職責就是要搞笑 所以其實我是期望你們不如由他的言論的內容去說多些 就算被視為是一種拿別人的外表 但是如果他覺得自己的外表 就是和他人家的外表 就是要做一個笑話 為什麼你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即使是不對 但是也不是錯得那麼厲害 你可以說說其實他不是惡意 因為他的職責和他的身份本身就是要負責搞笑 而拿別人身體上的一些外形去說笑 其實都是日常生活裡面經常會遇到的 所以縱然對方覺得冒犯這個行為是不對 但是也不是完全錯得那麼厲害 就是比起一般人萬無目的地在網絡上進行欺凌 那Chris Rock的行為相對來說是情有可原的 我會寧願你這樣去交代他那個言論相對不是那麼嚴重 好過你好像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又提到Jader都沒有自己出來說很有問題 那你憑什麼覺得他有問題呢 就會有一點點聽下去的感覺不是太好聽 在那個論證上面說得完全沒有問題 那也不需要的 其實你只是說誰責任大一點 那我反而想聽多一點就是你去做一個比較 為什麼你覺得肢體暴力是更不能接受 那很多時候你在論證上你都會有一點點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覺得總之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以用暴力 暴力就是錯了 除了防衛性的情況下 但是用任何的暴力的方式都是不能夠接受 但是我會覺得你這裡可以再針對多一點點這個事情 那因為其實他是保護家人 於是就在公開場合裡面透過暴力對待他人來去保護妻子也好 或者維護家人也好 那其實他在傳遞的一個信息 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就是原來我為了家人 或者我只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暴力解決問題不是一個應該受更大責任的因素 那你會放大了他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這個行為 對整個社會的人造成的衝擊有多嚴重 那我會覺得你不如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事件造成的影響很大 就好過好像經常的論述都是用一種暴力就等於是錯的一個說法 就是可以多一點點那個推論上面的那個解說 還有如果可以有其他不同的例子 除了在這件事情上 以往有沒有一些藝人或者一些公眾人物都用暴力的行為來去解決問題呢 那些事件有沒有一些參考的價值呢 那可能就會令到那個暴力行為衍生的影響的論證上面 會多元一點 就不會這麼單一在論調上 就是由主變去到劫變那個對Will Smith的那個暴力行為的那個批評 都好像是一些比較接近的一個論述方式 那就變成在內容上不是太多的推進了 這個就是我對隔方的內容上面的一些看法 那至於月方呢 其實月方其實是傾向在比較上面做得好一點的 在主變的時候你是有多些明確的比較標準 例如你會說一個有承擔責任一個沒有 你會說一個是恥作俑者是他掀起這個問題 另一個其實是被動的 他只是為了保護家人 相對來說 月方其實是比較的效果是明顯一些的 但是主變其實有明確的比較標準 但去到中後場就比較少了 那雙方其實都有一個講法 特別在台上發問就很明顯的 例如隔方的台上發問 就會最終的Q位你問對手的就是 是不是有合理理由就可以打人呢 接著月方會問的就是 是不是毫無悔意沒有道歉不應該受到批評呢 變成雙方台上的那個問題的問法 也是有剛才的問題 就是其實大家都一定認同兩個行為有問題的 如果你問別人暴力行為可不可以接受啊 言語暴力是不是就不需要譴責啊 這些問題其實不是太大意義的 因為你是比較誰嚴重一點 如果我是對面我就出來回答你 暴力行為是不是可以接受啊 不可以接受呢 言語暴力是不是問題啊 但是對論證兩邊的立場是沒有幫助的嘛 因為這條變題的前設就是兩樣東西都有問題 哪一個問題大一點 所以如果你再問對方 是不是有理由就可以用暴力啊 是不是言語暴力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接受啊 只要不是肢體碰撞就可以啊 這一類的攻擊就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比較的模式 但是在比較標準上 粵方其實是多少少的 不過可惜一點的就是中後場用那個比較標準去論證的部分 相對就不是那麼多 另外還有幾個剛才比賽上面一些爭拗點 例如有道歉還是沒有道歉 應該是否應該是一個準則呢 那隔方的回應就會覺得 其實他受到一定的懲罰就不等於 他的責任應該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他受到懲罰可能就是因為他做的錯事多一點 不過這個有少少要留意 其實粵方又不是因為受了懲罰所以他的責任少一些 粵方的說法是他有為這件事情去真誠地道歉 就是他有解釋自己這個事件 就是做錯是不應該甘願接受懲罰 所以粵方的意思似是說他願意承擔責任接納懲罰 就不是說因為他已經受到懲罰所以譴責少一些 就是在說當事人的心態的問題 這個當然我覺得很多時候粵方用這個說法 因為別人回應了 別人有說到就是說 不應該用他有沒有受到懲罰作為一個比較標準 這個雖然不是你們說的原意 但是你們又不是出來澄清的 你們是將同一個懲罰再說一次 就是說其實他也就這件事道歉了 但對方沒有道歉 他已經就這件事是受到一定的懲罰 但是對方一些事都沒有 人家是有回應的對於你這個說法 人家回應了之後 你就應該就著他的回應去做一些反駁 你應該澄清一下 不是因為他受到懲罰的這個部分 所以譴責應該少一些 而是他甘願接受懲罰和願意承擔錯誤 所以他有為這個錯誤行為 去真誠的一個悔意的展示 但Chris Rock是一點悔意都沒有的 你比較的應該是 一個有悔意一個沒有悔意的效果 但是對面回應完之後 你又沒有釐清別人的這個理解 這裡有些可惜 因為你說了幾次這個位 但這個位其實是合理的 是粵方的強位 但是就被別人好像用別的方式反駁了 但其實他又不是真的在駁你的意思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去聽別人的那個回應 就算你出同一個說法 都可以做一些轉變 因為你第一次出和別人回應了之後 你再反駁應該是有些不同的 這樣 這個又回到甲方的情況 就是當你回應對手這個說法的時候 你又是會嘗試 我覺得有點貪心的地方 就是你太傾向於想說到Chris Rock一些問題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又是令到你的內容 就算別人攻擊不了 也令到你說服力降低了的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你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為什麼要道歉呢 因為你的說法就是 他道歉就是他道歉 Will Smith道歉就是Will Smith的事 為什麼Chris Rock要道歉呢 他也是受害者 他被人打了一下 他為什麼還要道歉呢 你說到好像Chris Rock是不需要道歉 變相你覺得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又回到那個問題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合理呢 在甲方的理解上面 就是完全覺得他說的言論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位置是很難貫穿到你整場去防守的立場 所以我寧願你去承認他的行為都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他的問題沒那麼嚴重 比你不斷地去用不同的方法想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在爭拗上面 岳方不是很就着甲方的回應去反駁 但是甲方本身的回應那個說服力又不是很強 而令到那個內容上面很難給到很高分的一個原因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留意 其實我覺得還有很多比較的空間大家可以想多一點 今天都沒有說太多 就是以往兩者他們在不同公眾場合裡面的表現 到底Chris Rock拿別人的身體出來去講笑 或者拿別人的缺陷或者人身攻擊的這些行為 到底是第一次這樣做啊 經常這樣做啊 他是一個慣犯還是怎麼樣呢 因為這一點都重要的 因為他說的言論要受多大譴責呢 其實同一個人的動機 以及他是不是不停地重犯 有沒有悔意有沒有改過其實都有關的 即等於你法庭判案你都會看那個犯人 到底他是初犯還是再犯 有沒有悔意你都會作為量刑和減刑的標準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很值得去講的 因為Chris Rock多次在這些公開場合裡面 是有講過類似這樣的言論的 不是第一次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是一種 因為職責所在 因為他的身份 無心之失 沒有惡意呢 其實岳方可以用這些方法去描繪到 他不是真的完全這麼無心之失 還有可以多些突顯他太太 即Jader 他的身體的問題 為什麼用別人的身體去作為一個笑話 去攻擊是一件這麼不能夠接受的事 這個也是岳方在論證上又是過了 因為你說言語暴力 那言語暴力其實甲方就不太同意 甲方一直都說他不是很苦 是言語暴力 那岳方你要說服評判 是不是可以多說一些 為什麼你認為他的這種言論 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暴力行為 那你是不是要說說有多不合理呢 他的言論 那這裡的論述其實又不是很多 還有你想想世界各地很多言語欺凌 或者言語暴力的例子的後果都很嚴重 那你可以說韓國很多藝人都是被人笑他身形 都不是一些很嚴重的評論來的可能 但是就是因為一而再再而三這樣被人網絡上去攻擊 而導致到他們最終自殺等等的情況都很多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有沒有類比的空間呢 在這次Chris Rock的言論 和其他被視為網絡欺凌的言論 有沒有可比性呢 是不是較類近那一種的言論呢 那會令到你就著言語暴力這個論點的說服力也會再高一些 那就可以有多一點深入一點的說法 去到中後場就不會這麼重複 因為甲月雙方去到中後場的論點其實都很接近 和主一講的內容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多想一些討論的地方 那大致上我的意見就到這裏了 那我將時間交回給主席吧 謝謝 謝謝賴彩賢老師 接下來我們也有請黃新忠先生給大家一些評語 謝謝 市米市米請問你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其實我是很同意剛才賴老師的評語 而且時間也不多了 所以我就盡可能快快地補充 我覺得這場比賽最大的問題是 雙方對於一些這條辯題裡面堅持的關鍵的概念 事先的探討 不較深入 第一個我覺得這條辯題很關鍵的概念是譴責 究竟譴責是什麼 它的作用是什麼 我們不斷說這個人做錯了 報律是正確的 又或者他已經道歉了 但是這些其實都不是這條辯題裡面最核心的概念 我會贏 我們最應該探討的應該是 究竟什麼行為值得被譴責 什麼人值得被譴責 我們選擇去譴不譴責一個人的時候的那個標準是哪 我們對一個人錯誤的行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我們可以無視他 我們可以懲罰他 我們可以譴責他 譴責他當然不等於懲罰了他 譴責他和懲罰之間的那個分別有多大 究竟什麼是譴責什麼時候需要用到譴責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隔離雙方應該要去探討這一點 你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標準 很坦白說對我來說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提到 究竟一個行為合不合成你 這一點其實是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是牽涉在來 剛才賴老師說了很多 動機 那個行為本身 那個行為的後果 或者一些時空的背景 包括是那個人本身他以往的有什麼經歷 有些的同學仔提到 他是威爾斯曼他過往的家庭背景等等 這些全部都牽涉在內 所以我們去判斷一個行為 究竟合不合成你 實際太多太多的因素了 如果你把這個當作一個標準的話 你幾乎是等於沒有說過任何標準的 所以我會認為今天雙方對於譴責這個概念 沒有很認真探討過 定出來的標準是不適用的 或者是模糊的 是無助你們去論證 你們提出來的論點 比如說暴力 打人是否等於是暴力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需要探討這個 比如 最簡單我的朋友打我 但是 這是真人真事 我的中學有一個女同學 她就是很喜歡打她的好朋友 越好朋友她就越大力 可能有同學仔都會檢討 可能你們也有這些動作 但你不會覺得那一種是暴力 為什麼打人是一種暴力 其實牽涉額外的一些因素 那些因素如何反映在 Will Smith的行為 為什麼說笑話是一個暴力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需要解釋的事情 而你們說 這個行為是否算是暴力的 所以我們沒有探討過什麼 我們沒有探討過什麼是暴力 我們就直接判斷一個行為就是暴力 直接判斷一個笑話就是語言暴力 其實這個是很不充足的論述方式 其實我看到同學仔 有嘗試去探討過這件事 反方的義父有曾經提過 一個台灣的stand up to media 叫曾博恩 他應該是台灣應該是首威一指的 就是動督笑的藝人 但是他的那個例子反映了什麼呢 他的那個笑話為什麼是一個語言暴力呢 今天鑑魚雙峰其實都需要探討過這件事 如果你找不清楚界線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嘗試做一件事就是 你找一些的例子是 他是不屬於是語言暴力的笑話 一些的例子是屬於語言暴力的笑話 為什麼我笑他脫髮就是一個語言暴力 我笑人肥是不是一個語言暴力呢 如果我笑他脫髮不是語言暴力的話 那我笑他患癌是不是一個語言暴力呢 我笑他爸爸媽媽吃藥是不是一個語言暴力呢 你可以找大量的例子來去鋪 不斷鋪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條界線怎麼找出來就是 你有一些例子你不當是語言暴力 有一些例子你當是語言暴力 那你就找自己心目中的那條界線 你心目中的那條界線不等於是正確 但是你至少找到它才 但是今天雙方是不斷問對方那條界線 但是你們提不出你們自己那條界線 所以我不是很…尤其是… 尤其是你要論述暴力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條界線很重要 雙方都是這個問題 因為二方是講肢體暴力 粵方是講語言暴力 首先怎樣解鎮暴力已經是一個問題 其次怎樣比較肢體暴力和語言暴力 所帶來的效果 因為粵方的劫言說了一句說話 是…我感受是很深的 就是他說我們不是什麼專家 我們比較不了 但是很抱歉其實整個比賽就是要你比較 如果你說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比較不了 其實我們這場比賽是… 很多人是不需要討論的 因為… 因為這個風波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講了一個冒犯人的笑話 他究竟是否是語言暴力呢 這是第一問題 第二就是他那個傷害會不會大過肢體暴力 大人的那個傷害呢 我坦白說打這一巴巴其實… 那個傷害不大 現在很流行說一個說話就是… 傷害不大就是無辱性很強 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原因 我們就是要探討那一件事 就是兩個暴力 如果…我們先論正了第一層 就是打人是屬於一種暴力 說那個笑話是屬於一種語言暴力 然後再比較這兩種暴力 帶來的那個後果哪個大點 就是應該… 我覺得… 如果是… 穩固的論述的話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第二部分就是… 焦點模糊了 甲方的那個論點 我… 很坦白說 是… 是… 是不同意這個論點 是跟這條別題是相關的 原因是… 其實有很多… 我們可以列舉很多正面的例子 是都可以令到這個頒獎典禮的那個焦點 最簡單的例子 你們拿李安納道的卡比奧 來做例子在你們的開明的時候 但其實他幾年前拿這個 奧斯卡最加藍主國的時候 他的那個 speech 都是模糊了整個頒獎典禮的焦點 因為他全個 speech就是講氣候的那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就是他帶了出來之後 當然得到鋪天蓋地的宣傳 大家都推廣他的一番說話 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但是這個焦點都不是擺在演技上面的 都不是擺在那些電影作品上面的 那所以… 可以有很正面的例子 都模糊了這個頒獎典禮的焦點 但是是不是模糊了這個焦點 就這麼值得被譴責 我們很明顯不會覺得應該要譴責這個 呼籲大家關心氣候問題的李安納道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焦點被模糊了 是一個這麼大的問題呢 其實… 至少你們解釋不了那個關係 而導致到我就覺得 其實跟你應不應該要譴責一個人 其實是不太大關係 所以這個是駕方第二個論點 我覺得其實… 在我的分子裡面 不是很拿到分子的那個原因 越方你們說道歉 是你們的那條主線裡面 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但是很遺憾地 你們是… 沒有交代道歉這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什麼是道歉 我跟你說對不起 是不是就已經是道歉了 我很差劣的態度跟你說對不起 是不是就是道歉了 我出了那個聲明 但我心中沒有悔意的 是不是就是道歉了 道歉了之後的那個作用 可以有多大的 我殺了你媽媽媽 我道歉可不可以是有一個效用 可不可以減少了我的那個責任 減少了我的那個罪鬥 那麼這個是需要探討 其實你們一說到這些道歉啊 真不真誠啊 又或者究竟什麼時候需要譴責人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些很深的概念來的 然後他已經道歉了 然後他已經道歉了 他先說的他是始作勇者 就是這個始作勇者的焦點就更加了 就有點像小學生的時候 然後老師罰你 和隔壁的同學聊天 是不是 然後你就說他聊我聊天先的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究竟是不是這麼影響到 我們是否譴責一個人呢 如果是他先做這件事的 他引發這件事 但是最終導致到這件事 變成一個嚴重的事件 導致到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是誰呢 是不是這個笑話本身 是不是講笑話的這個人呢 那為什麼不是 攝錄下這個笑話的攝影師呢 把這個笑話公諸諸世的奧斯卡頒獎勵 為什麼他不立刻閉嘴了他呢 這件事立刻變成 綠幕這樣 就是可以有很多人影響到這件事 參與其中這件事發生的 那如果始作勇者 那應該是奧斯卡大會了 他不搞這個班長 沒有一個這麼公開 這麼多幾百萬人上千萬人看的平台 去看他這個笑話 那所以 這些就是我覺得很重要 很關鍵的概念 應該是要探討 應該要想多一些 但是我也覺得你們其實是 就是很盡力 找... 甲方找了很多資料 就是... 這些我也是欣賞的 是的 而台下發行的類比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你... 類比的最大作用是花繁為簡 其次的作用就是引起一些共鳴 吸引你的聽眾 觀眾 但是當你引用 無論是借功課的類比 還是是 劇方也有嘗試去拉 牽扯進去一些政治的元素 裡面 究竟我們應該用暴力去對抗一個極權 是不是都應該要去承受很大的掌責 在講這些事情之前 其實你應該先探討清楚 交代清楚你那條主線的關鍵概念 如果你本身的東西都沒有講清楚 你再去加一些類比 再去加一些額外元素 其實我會覺得是... 就是... 就是... 是有些多餘 是的 那麼...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下場比賽應該已經要開始 所以多謝大家 好 謝謝黃新宗先生 都感謝三位評判給的評語 現在會為大家宣佈賽果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會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是月方第一副辯陳浩正同學 好 恭喜 好 現在會正式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為 甲方奧斯卡掌刮風波 Will Smith應受更大譴責 由甲方奧斯卡掌刮風波 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由甲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對於月方拔墜南書院 甲方得票為0票 而是月方勝出爺 而是月方勝出爺 好 今場比賽就到此熱烈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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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